大家好,我是Maria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HARP的日常保養 其實HARP跟很多樂器一樣 是很需要我們用心去維持它的 condition 我覺得作為一個 position 我們不只是覺得這個樂器比較貴 所以我需要多放一些心機去維持它 我覺得這個mindset不是完全正確 因為你作為一個音樂員 你是有責任去確保你的樂器 長期保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給你演奏 跟它的價值是無關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是想提出我的 standpoint 我們回到我們的 topic 就是HARP的日常保養 我覺得HARP其實是有三樣東西大家要非常著緊 第一就是不要接觸陽光 第二就是濕度的控制 第三就是溫度的控制 我覺得會遇到陽光 我現在先說一下太陽的 factor 樹琴是不能夠直接接觸陽光的 你擺一部琴在家裡 你一定要確定它是遠離你的窗 如果你真的沒有位置要放到很近的窗 你必須要加窗簾 而且還要是black out那種 暗無天日那種black out curtain 還有你的窗是不能夠開的 我說不能夠開是never的那種 你不要覺得今天乾燥一點 又或者不是太曬 那我就說開吧 那久而久之呢 你那個HARP的環境這麼不穩定 其實是對它的disc movement 對它的pedal 對它的soundboard 音響的那塊板 其實都會有影響 那如果想再做好一點 可以在窗上貼一些隔熱貼 是可以防UV和降溫的 就令到那個HARP的環境更加穩定 好 說完陽光呢 那我就說一下濕度先 香港是一個雅熱帶的城市 非常之濕的 夏天或者甚至冬天 都可以去到八十幾九十幾的濕度 所以要維持樹琴的穩定 我們一定要放抽濕機 在你的琴的環境裡面 那我就很喜歡 某一部日本出的抽濕機 但是呢 我就不會說它的牌子 但是大家可以去百貨公司看 有一個Model 是可以有automatic的抽濕功能 譬如你可以設定了一個50%就抽濕 然後呢 所以你的房間 會永遠都是維持50%的狀態 這樣就很厲害了 你要記住 HARP的維持 是要確保它是穩定的 你不要不斷抽 不斷抽 是沒有意思的 它是要一個穩定的狀態 你的濕度呢 你不要過60% 一過60% 我覺得已經穩穩的 最好是40% 50% 就完美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有沒有這個抽濕機 那第三樣東西呢 最後就是說那個溫度 那薯琴最好呢 大概是20度至25度左右 它的環境 那當然你 香港第一一定要開冷氣才能做到 但是你開冷氣的時候呢 要謹記 就是你不要吹風口 兜頭直接吹 那個HARP 那你的HARP 真的會不太健康 你一定要是 令它的environment 是的 我重新呢 要令那個HARP的environment 在一個stable的atmosphere 所以你那個 風口呢 你不要直接吹 你可以吹其他地方 你可以吹沙發 你可以吹一張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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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不要直接吹吹一張椅子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當HARP呢 是一個baby 是一個museum的exhibit 你需要 你的HARP 有很多愛 有很多時間 但是全部都是值得的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 其實可以在留言 那裡留言給我 或者想跟我用 特別課程的 都可以訊息給我的 那 like我facebook 還有我也會繼續拍多些片 給大家看的 希望大家喜歡我拍的東西 拜拜 達到… 今天 到了… 那麼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